狼和他的影子 这是狼和他的影子的故事 你注意过你的影子吗? 你早晨起床的时候 影子在你的一边 后来它好像渐渐缩小 一直缩小到你的脚下 傍晚夕阳西下时 影子有逐渐伸展 越来越长 一天傍晚 狼独自在乡间的 一处平坦而荒凉的地方走着 太阳低旋在空中 狼的影子似乎时时在拉长 狼惊奇地看着 他想 哎呀 那真是我吗 真想不到我这么大 我至少有一百英尺长 想想看 昨天看见一头狮子我就跑了 如果我这么大 我自己应当成为寿终之王 狼觉得自己又大又壮 就傲然地大摇大摆地走着 不久 太阳落山了 夜间动物出来活动 狼听到周围的吼叫声 沙沙沙声 但他继续大胆地走着 自信谁也不会向他攻击 他还在想着自己多么大 多么壮 这时 一头饥饿的狮子向他扑过来 狼喘着气说 哎呀 你不能碰我 我有一百英尺长呢 哼 我看你呀 跟普通的狼一样大 狮子说吧 就把狼吃了